- 財經及時通 -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音音 哈囉 各位全國的官方的大早 我是李歐 五月份的工業生產指數 果然是受到貿易戰影響是負成長的 那麼投資朋友該怎麼看呢 好的 那經濟好不好 確實我們從經濟數據來看 是最準確的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五月份的工業生產指數 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竟然減少了3.05% 而且連製造業的生產指數 也減了3.01% 看起來是雙雙的油紅斑黑 而且我們可以知道 不但是五月份減少 我們從一到五月份累計起來看 跟去年同期一到五月份比較起來 也是減的 工業的部分是減2.98 製造業減3.12 那看起來確實貿易戰 對於我們整個台灣的 整個製造業的信心 確實是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為需求往下滑了嘛 所以投資的意願就減緩了 對 來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我們從歷史的這個 過去的這個工業生產指數 跟我們的股市的關係 我們來做一個應對 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之前有沒有 出現這個工業生產指數 他翻弱這個負值 年增率翻弱負值之後呢 股市看起來很明顯的 就往下震盪整理 往下修正 那最近也是一樣 同樣道理 他也是往下修正 可是近期感覺上股價指數 欸長得蠻多的喔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最主要是因為受到 全球都在量化寬鬆 就預期說未來可能會出現什麼 降息 所以才導致股價指數先行往上做一個反彈 因為看到這個經濟數字好像不太好 所以為了要救市 好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但是在不好之中呢 還是有好的 什麼是好的呢 就是這個電腦的電子產品 包含像光學產品 年增23.3% 是比去年同期來的更好 而且數字是雙位數的一個成長 他也是創下歷年單月份的一個新高 那包含像路由器 伺服器 網路交換器 5G相關通訊的 這個需求特別旺盛 那跟我們這個明年2020年 這5G開始準備要正式商業運轉 是有些關係的 那下半年呢 但是我們的電子業旺季 渴望是會好轉 可是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貿易戰 貿易戰必須要這個規模縮小 而不是持續的不斷的擴大 這是未來的觀察重點 再來是我們看到批發業 你知道批發業是所有這個零售業的 最上游 所以先有大盤商 中盤商 再是零售商 所以大盤商他是上游產業 那我們看到這上游的產業 他很明顯的也是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國際貿易的影響 因為你批貨要到國外批貨 所以5月份的總營業額 是8518億 比去年同期也減少了5.7% 而且包含最嚴重的 包含機械批發 建材批發 化學品批發 都是呈現負值的 而且展望這是5月份 最新公布5月 6月份還是減少 減少2%到5% 持續是往下滑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再來是我們失業率 你看到失業率 5月份的失業率 台灣失業率多少 3.75% 感覺上好像很少 可是他連續3個月 再往上走 那這個也跟我們景氣放緩 是有關係的 因為景氣變比較低落 那這時候老闆可能賺不到錢 他不需要這麼多的人力 對 所以這個地方 他失業率就往上稍稍的提升一些些 那5月份台灣的總失業人口 43.7萬人 那總就位人數是1148萬人 看起來其實這個數字是相對比較低 我們從長期的角度來看 看起來這個市場好像 慢慢的是有一些疲態出現 但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有沒有 這是長期 這是從金融海效以來 最近10年的一個失業率走勢圖 感覺上現在3.75%還是相對的低點 最低是3.62% 是稍稍的往上提升一些些 但是跟金融海效當時6.13%比較起來 目前還算是長期的相對低水位的一個位置 好 那我們看到台灣以外的地方 包括像德國 是歐盟裡面最強的工業大國 可是你看這個德國 他也是出現5月份的一個企業新興指數 從97.9%也是往下滑 滑到97.4% 還是創下2014年以來的一個新低水位 那你看到這個德國股價指數 他是出現一個頭肩頂的一個狀態 那最近是跌升反台 又遇到前面 就是去年包含的這個高點附近的一個反壓 好 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除了剛剛德國這個企業新興指數 包含這個ZEW的一個經濟新興指數 他也是往下滑 6月份 月減 年減 年減是21%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只要出現這個年減的時候 這個股價指數也是特別的弱勢 那這個指標是什麼來的呢 他是350位的分析師 包含 像這個外資法人的投資機構 他對未來6個月一個警戒看法 他被視為一個先行指標 領先指標 所以這個地方看起來是比較明顯偏弱勢 情況之下 信心是大減的 也就暗示著未來 這個歐洲的景氣也不會太好 對 好 那我們看到美國部分 其實美國這個IHS Market 他公佈的最新6月份的這個PMI 製造業採購今年指數PMI的這個初值 看起來是50.1 因為前值是50.5 對 看起來也是往下滑 而且往下滑幅度是蠻大的 他是創近10年 2010年以來新低 2019年9月以來一個新低 也是走低 製造業也是走低 那服務業呢 服務業是50.7 他也是創2016年2月以來一個新低 那就代表說這個貿易戰 把這個商業的這個信心指數也往下滑 對 他也隱含著這個企業的風險 還有這個經濟的風險 還是往下滑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到最後 我剛剛提到很多數字 那所有的一切都要回歸到基本面 雖然短期 因為歐洲央行 美國央行 他預估可能會 會降氣 會降氣 實施一個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 據說股市短線上突然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往上的彈升 但是已經接近前波高點 甚至於說 美國的標股500已經創下 這個歷史新高了 對 新高 那 最後最後 到底這個 股市要能夠持續往上漲的一個關鍵在什麼 就是在貿易戰要徹底完全的終結嗎 是 可是實際上這個還需要一些時間 對 因為美中貿易談判 就算結束之後 這個還有汽車關稅 跟歐盟的汽車關稅問題 所以只要川普繼續執政下去 預料這個情況 短期之內也不容易結束 是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龜頭中間有做一個參考 是 謝謝Leo的分析 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以及選股策略 歡迎加入Leo 股民當家的LINE群組 帳號搜尋小小數 HCD532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 就可以加入囉 那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